大家好,我是島國前進的成員,我叫建宏 在今天,這邊我聽到很多基督徒勇敢站出來為同志發聲 在這邊我也要向大家道歉 我曾經來自於台南市最有名的環同教會 我曾經是活水教會重點培養的牧區長 而後來我願意投身進入婚姻平權同志運動裡面以後 我受到教會非常大的攻擊 以及言語的迫害 然而在這樣的感受當中 我更體認到 我受到的攻擊只是一天兩天 但是同志受到攻擊是一輩子 因此我更加體認到 我應該要為著基督的愛 保護我的朋友們 我認為在這個時代 我們要追求真正的平權 是因為我們希望在這個國家 每一個人都勇敢做自己的權利 在這個國家每一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生活的權利 導國前進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推動台灣再次的民主改革 而我們認為這個國家現在最欠缺的就是自己的聲音 我們認為過往的威權體制 過往每一個利益的交換 都不斷的在破壞每一個弱勢族群 而這一次我們更可以看到 所謂民進黨的這些立法委員以及議員們 有的人明明他們明面上的表態 政黨的表態 卻在私底下與共同團體不斷的眉來眼去 我呼籲在這邊每一個人勇敢的打電話給你的立委 去你的立委那邊留言告訴他 你的選區有同志 你的選區有人支持你的決定 你們必須勇敢的做下去 因此導國前進在這邊要求蔡政府必須明確的婚姻同志的要求 我們要求真正的婚姻平權而不是另立專法 我們要求你們把你們當初的承諾真正的實現 而不再是不斷的利用政治的交換往後拖延 我們在這邊感謝大家今天站出來 我也在這邊希望像我自己的姐姐 她是一位同志 我希望告訴她 只要你一天不結婚 我就不結婚 謝謝 好 非常謝謝剛剛以上團體的聲援 那接下來我們有兩位宣講者要上台為我們講一些話 首先邀請長老會牧師 正式張牧師上台發言